工程師這個賽季Sanky以後都沒有溝通 所以人現在是越來越少 沒錯 陳立煥剛才這次的快攻沒有要到分數 目前26比17 工程師在客場取得了9分領先 朱雲豪同樣也是倒在地上 兩個人可能都需要觀察一下 剛才的防守看起來是非常的賣 目前有著穩健的9分領先 這是剛才兩個人之間的攻防 來看陳立煥的手 好像是不是有打到朱雲豪的臉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牙齒的位置